我本來以為說就是在罷寒過後高雄市可以回歸皮靜 但很可惜並沒有就是現在暴復性的這種反撲的力量開始產生了 所以他們把我當成劍靶是第一個他們要攻擊的對象 我是覺得很遺憾 那其實很希望說不管是什麼樣立場的人都是應該要彼此尊重 然後大家應該希望高雄市是可以接下來可以有一個團結的象徵 然後大家一起往前走才是不是到處這樣點火 然後變成是遍地烽火 相信比起遍地烽火我們要的是一個更長遠的高雄市的願景 然後大家也不希望接下來會變成這種撕裂的開始 韓市長在他被罷免的那天晚上發表的他的畢業感言 他其實並沒有要把這個憤怒或者是他的支持者的情緒平息起來 反而是他繼續地說接下來到底下一個誰是贏家 不斷地還是在繼續使用這種仇恨的方式在鼓吹他的支持者 繼續地發起這種反撲的行動 我覺得是作為一個市長非常沒有高度也沒有格局 那他也沒有反思到市民到底為什麼要罷免他 他沒有明顯說是哪一個黨的黨部嘛 我當然也不會加以意測 那如果真的是有特定政黨在操作這樣的仇恨的話 我當然會覺得是很可惡的事情 因為這絕對不是高雄市民的期望 高雄市民希望接下來大家就很希望可以回歸一個正常運作 然後平靜的生活 但是卻由政黨要這樣惡意操作 甚至是到處繼續地煽動仇恨 我相信高雄市民絕對都不樂見 那至於罷免我 我覺得我是當然會非常尊重公民行事他們的公民權 但是如果對於這個位置我也覺得只要是民意的展現 我都非常尊重 但希望他不是一個惡意的報復 沒有理由沒有正當性這樣的操作 這樣其實我相信對高雄市或者是對全台灣的民主制度來說 都不是一個健康的狀態